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接下来夜市美食 我们要带您到台北的宁夏夜市 来尝尝看这个手工榨芋丸 这家摊子已经经营20多年了 目前已经传承到了第二代 四姐弟承袭了父亲的好手艺 这里头招牌的手工榨芋丸 坚持使用的是香味相当浓郁的甲鲜芋头 鲜酥炸吃起来外酥内软 一个只卖15块钱 不过我们还要介绍点另外一种口味更特别 叫做蛋黄芋饼 这个蛋黄芋饼里头不只有芋泥 甚至还包了炸过的鸭蛋以及肉松 天还没有配舞 再加上采访当天还不时飘下细雨 这一间在宁夏夜市称霸20多年的行动小摊车 依旧排慢长长人龙 现场都算至少有20多名就在等候 排队一玩就这样等多久 现在来问问看 请问你等多久 5分钟了 5分钟 10分钟 15分钟 15分钟 20 20 25分钟 25了 问一下最前面的同学 同学请问你等多久 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真的等好久喔 你看天都还没有黑就要等半个小时了 我从江苏 江苏来 特别来台湾买这个丸子 对对对 今天排了多久 排了30分钟 30分钟 对对 味道怎么样 非常好 非常好 对 值得吗 值值 让江苏来的观光客等30分钟也非吃不可的炸鱼丸 外皮酥脆 里头的芋泥香软绵密 让吃过的人都上瘾 关键在于这一瓶大小的摊位 里头占了三个人 分别是二哥 三哥和小妹 一个包 一个炸 一个忙着招呼客人 为了一副长长的等待人 一秒钟都没停下来休息 大姐则是负责前置销芋头的工作 大姐说 芋头还是高雄甲鲜香的口感最好 像这个就是好的 怎么说它是好的 手指摸起来绵绵黏黏的 有那个 有一点黏黏黏你知道吗 真的耶 这个就是好的芋头 绵绵黏黏 就有点像山药的那种感觉就是好的 摸起来如果水水的话 那个芋头吹起来就不会好吃 大姐说 她每天都要处理净50斤的芋头 除了细心削皮 碰到有小坑洞的地方 还得一一挖掉 老板娘 你刚刚怎么那么头子 把那个好的芋头整个挖掉 为什么 因为这样让客人吃到的时候 口感会比较好 刚刚那个 不会有杂质 对 所以凹洞的地方是不要的 不要的 所以呢 这个芋王好吃是有道理的耶 坚持纯手工不用机器 切块的芋头 是承袭最酷轻的枯枣味 不加任何人工调味 蒸熟分块 再使劲搓揉 让芋泥口感更扎实 接着用冰淇烧挖出一丑丑芋泥丸 直接下油锅酥炸 而且一次就下50粒 要炸的酥脆就刚刚好 老板娘说千万别拿长筷子下油锅翻那翻 否则整锅浴丸都会爆销 因为要等它先受热均匀 表面有一点定型之后才可以搅拌 不然会散掉 这里都一点一点的啊 那是不会好 因为每天一定要炸那么多颗 对啊 这也算是职业障碍 是啊 和美秀一样 三十出头的妙邻女子 大部分会选择 待在办公室里吹冷气工作 可是她就选择和兄姐一起在夜市 挥汗如雨的卖炸浴丸 虽然双手留下了数以百计的烫伤烙印 但为了将父亲一手开创的事业 传承下去 美秀说再苦也愿意 我这个太感性了 没办法讲 谢谢你们 把我们养得这么大 那再来的日子 你们就可以慢慢退休 我们也会努力起来做 传承最新的好味道 还有这包了馅的蛋黄玉饼 配角鸭蛋黄 只有关陆产的鸭蛋 而且一定要用小火先炸锅哦 不然你要不要吃 要吃这样 是吗 对 试试看 各位观众我跟你说 它的咸蛋黄啊 它的口感好绵密哦 而且吃起来不会稀量耶 哇 赞哦 这怎么卖啊 蛋黄玉饼一个20块 不行啦 咸蛋黄的成本 一个不是 8块 8块钱哦 对 哇 那你一颗卖20块钱 咸蛋黄就占了8块钱了耶 我们里面包半颗啊 伯利多销 伯利多销 对啊 4块钱就已经不见了 哦 包的时候也很讲究 左手把芋泥压扁 右手塞入肉脯和半颗压蛋黄 利用拇指和食指转一转包起来 一样下锅酥炸五分钟 剥开后看得到满满的肉松和蛋黄 当正餐或点心吃都很适合 因为我没有吃过这种 有包肉松跟蛋黄的 这个还不错啊 它的 就不会很甜啊 然后味道也不错这样 现在是入夜的宁夏夜市 有没有看到这一宫手工炸鱼丸 还是满满的人潮哦 如果各位不想要等待 就吃到手工炸鱼丸 其实有个屁股哦 也就是下午的4点55分 提早5分钟来排队 你就可以吃得到咯